冥王星到底有多可怕? 站在冥王星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930年7月12日 一颗遥远的星球被天文学家们命名为普鲁托 由于这个名字属于古罗马神话中冥界之神 因此我们就将其称为冥王星 冥王星曾经被列为太阳系的第九大行星 但遗憾的是 2006年8月24日 它又因为不符合行星的标准 而被踢出了九大行星之力 单从冥王星的名字含义来看 我们似乎就可以想象得出 冥王星是一颗可怕的星球 那么实际上真是这样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被踢出九大行星的冥王星 到底有多可怕? 想知道的小伙伴点点赞点点关注 其实对于我们人类而言 整个太阳系中除了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都很可怕 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人类根本就无法在这些星球上生存 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金星 这颗星球表面的气压 相当于地球表面大气压的90倍 温度更是可以达到485摄氏度 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 地球上已知任何的生命都无法生存 相对金星而言 冥王星的可怕之处却恰恰相反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站在冥王星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昏暗冰冷的一星世界 每6.387个地球日 冥王星就会完成一次自转 由于冥王星的转轴轻角约120度 因此在冥王星上存在着范围很大的极叶区域 在峰值的时候 冥王星表面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区域 都终日不见阳光 如果你怕黑的话 那就最好不要站在这种区域 否则的话你将会被无边的黑暗包围 但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你没有站在冥王星上的极叶区域 并且还是在白天 那也只能看到一个昏暗的世界 地球与太阳的平均距离约为1.5亿公里 而冥王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高达59亿公里 这就意味着 在冥王星上看到的太阳 比在地球上看到的太阳小得多 其平均视直径大约为0.014度 看上去与一颗星星相差无几 尽管如此 太阳依然可以将冥王星照亮 只不过由于距离遥远 从冥王星上看到的太阳要暗淡得多 在今日点 冥王星上的太阳亮度 只有地球位置上的大约900分之一 而在远日点 太阳亮度 则会降至地球位置上的大约2500分之一 阳光的匮乏 使得冥王星成为了一颗极度寒冷的星球 其表面平均温度可以低至零下229摄氏度 在如此的低温下 冥王星表面上几乎所有的物质 都处于冻结状态 包括氮 甲烷 以及一氧化碳 这个昏暗冰冷的异星世界 对于人类而言无疑是可怕的 不过好消息是 冥王星的大气层非常稀薄 其表面大气可以低至地球的100万分之一 最高的时候也只有地球的10万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 热量的散发效率就会变得很低 所以你只需要穿上合适的宇航服 就可以安全地站在冥王星上 并且还能够待上很长一段时间 由于冥王星上的重力 是有地球的6.3% 因此你在冥王星上 还可以体验到身清如燕的感觉 冥王星拥有5颗卫星 这可比地球和火星阔气多了 而同样被列为太阳系8大行星的金星和水星 甚至连一颗卫星都没有 从这方面来想 被踢出9大行星的冥王星 可能会感到纷纷不平 卡戎是冥王星最大的卫星 其半径大约为冥王星的一半 质量大约为冥王星的八分之一 与冥王星的平均距离 仅为19570公里 这只相当于地球赤道长度的一半 如此高的质量比 再加上如此近的距离 使得卡戎和冥王星 都被对方朝夕锁定 始终只以相同的一面朝着对方 这就意味着 如果你在冥王星上站着的位置比较合适 那么你就会看到一颗巨大的星球挂在天空 而可怕的是 不管你观察多久 这颗星球在天空中的位置都不会改变 它就这样突兀地摆在你的眼前 一动不动 假如你对着它看久了 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真实 总而言之 虽然冥王星也比较可怕 但相对金星而言 这里的自然环境可以说是要温柔得多 可以想象的是 在不太遥远的未来 人类很可能仍然无法登陆金星 却说不定真的可以在冥王星上登陆 请客舍在标签下标签上